欢迎回来欢迎全世界 刚才提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次的访中行程 其中在行前他也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要关切中国大陆对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当中的援助程度 那么布林肯在建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 就没想到晚上就立刻透过BBC来放话警告 说北京向莫斯科运送可以制造军火的关键零部件 无疑是给俄乌战争火上浇油 而且他表示说万一中国大陆不停手 美国会采取行动 外界就很好奇了究竟要采取什么行动 刚刚大使似乎点到了一部分 其中有一个是金融方面 但是也有分析看的是说有可能吗 因为这样的话不是自己也会伤到吗 对 其实金融方面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让这个中国大陆的相关的银行 这个美金无法取得美金的管道 可是也有美方人是说这个有困难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现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这个贸易 很多都用北币进行了 所以你也打不到痛点 这个除非做宣传而已 那真正比较敏感的项目也不会用美金来 那就本币再交易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美方掌握的资料 很多跟中国大陆进行的这个相关的 比如说军民两用的这些物资的交易 基本上很多都是地方政府的 那么都透过地方银行的 这些地方银行的你也很难去掌握 它的各方面的资料 可是美方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它基本上就是要把中国大陆抹黑 所以它要做一些象征性的动作 可是这种要再用这个Swift 也就是说这种交换系统 来抵制中国大陆的若干银行的话 它有国际性的影响 也就是美国对于俄欧战争 又再一步的 要运用它手上的所谓的Swift这个系统 来做制裁 那会把更多各国想要去美元化的 这个努力会加强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这个部分 我觉得布林肯是放了狠话 可是他没有讲得很清楚 到底如何要来做 那么相对的中国大陆也会做相对的报复 也不会让美方单独的就这样子 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名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 是美国现在兴起的一个战端 一个所谓的一个战场 那么把中国大陆在俄乌战争里面的角色 把他怎么样 把他凸显出来 那是不是事实不知道 这是美方讲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还有一个就是才能过剩 所以这才造成就是说新一波的 双方的这个冲突 新的战场 美国又开辟了两个战场 我现在意思是说就是对于俄罗斯的方式 现在感觉美方对中方要如法炮制 不过这个到时候自己会被伤到 恐怕也是一个问题 那刚刚特别大使有点到说民间银行 因为民间银行其实你要考量的是说 它在国际金融市场当中 它到底参与的程度到底有多大 如果不大的话 那确实像刚刚大使讲的 你的影响跟制裁不见得能够发挥到效果 对 其实中国大陆已经老早就有早期预警 因为自从美国开始 用完全不同于过去冷战时期的经济制裁 不断是针对个人的海外资产 或者是对银行的交换系统的这种 等于是外科手术式的 特定人士的这种经济制裁 中国大陆已经有两年多的这个早期预警了 而且他们也公开的说 他们正在强化研理如何应对 如果就普通这个比较简单的概念来讲 就中国大陆现在对于被国际整个包围 封锁或者是制裁 他们正在做各种自主 自立自强的这种准备 老早已经开始了 先预理 所以完全用经济制裁 是不是可以 或者是金融的限制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硬商 还是在这种就是晶片 晶片还是中国大陆的硬商 所以不一定是完全走银行系统 或者金融交易 也有可能是在这个 就是晶片或者是网路 这一块 这个半导体的工具机这一方面 再加强限制 这一次听到说 布林肯他特别咬着 就是说中国大陆包括像工具机 像是特别在原料方面 这个中间 其实就是怎么认定的问题 这个美方 现在看到这个布林肯 在就是透过BBC的 这个放话警告的记者会上面 他就谈到说中国大陆是机械工具 为电子产品 还有消化纤维素的最大供应者 而莫斯科方面 就正在使用这些物品 来强化他们的国防工业基础 所以布林肯强调说 如果没有中方的支持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 将会难以为继 可是我们也要同样的 用这个逻辑来看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美国的军援的话 那乌克兰是不是能够 打到现在此刻为止 是同样一个逻辑 同样一套标准 所以认定会是一个问题 怎么去证明 尤其美方在放话 说俄乌战争是因为 中方提供了援助 可是你要怎么样去 把它中间串起来 就是它结合了军工产业 又还有中国大陆的原料 这点怎么认定呢 刚才主持人讲得好 美国指控中国大陆 所对俄罗斯做的事 事实上也是美国 正在对乌克兰做的事 让这个战争持续僵持下去 持续打下去 但是我必须说 中国大陆是被动介入 这个情势并非它 它并非两个当事者 而且也不是鼓励的一方 完全是因缘际会 然后促成 而这样的一个结果 事实上也确实就结果论来讲 事实上对美国也有好处 对中国也解论很多 战略一些困境 也大大加大了中俄之间联合对抗美国这个态势 那我认为确实中国大陆是目前俄罗斯 能够打到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靠山 我认为这个靠山不只是军事 甚至整个国家正常运作必须依靠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就这个能源 天然气 还有石油等等 中国大陆变成这样很大的买家 让它的这些能源有去处 另外中国大陆的很多工业产品 不只是我们刚才讲的工具机 还有这些微电子 还有原物料 事实上包括轻工业产品 乃至卡车 能源车 相关的一些民生物资的消费 因为欧美国家对它断绝输出 也使大陆的产品适度的弥补 它这方面的需要 我们只看到战争打到 目前它的军工体系全方位动起来 但我们必须说 它相关的物料 这些卡车运输 无意不需要 民生用民间用这些卡车 运输工具来支撑它所需要的运作 也只就广义来讲也确实 俄罗斯能够打到现在 而且越打越强 包括弹药生产量是原来的可能几十倍 坦克越打越多 火炮越打越多 事实上整个工业 军工业动起来 但更大的就是民生支持了它这一块 而且民生有重要的支持 这个部分我认为 布林肯也说出了一些确实 但我必须说 这并非中国大陆主动去介入 营造一个环境 而这个环境恰好是美国所促成的 我们说到这个军援的部分 美国对乌克兰的610亿的军援 已经上路了 当然这其中有蛮大一部分 其实是美国对于乌克兰的军事贷款 另外就是美军援屋的M1A1 艾布兰主力战车短时间内 根据报道说恐怕不会再派到前线去 因为它的每辆造价是1000万美元 目前美国一共向乌克兰提供了31辆 但是已经有5辆战车是毁在俄军的无人机的攻击之下 所以现在乌克兰的军队也在想 有没有什么反制俄军的无人机 对于坦克的攻击 但是有什么样的新战术吗 杰伟兄 我继续请教您 我认为这个M1不只是M1 之前大名鼎鼎的德国暴式战车 或者英国挑战者 其实送到乌克兰它的下场都一样 之前欧美嘲笑二次战车不堪打 在前线像被开罐头 这个频频被挨打 事实上证明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这个冷战思维下的主战坦克 你完全没有预期来自空中 这种小低慢的这种无人自杀飞机的攻击 完全超乎你的预料范围 也因此它的结果会 这些昂贵机密的主力战车频频挨打 我认为这个对双方来讲是一样公平 至于说如何有效进行拦截 我认为这是目前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 而近期两年很多国际间的武器展 频频在研发所谓无人机干扰系统 或反制系统 事实上相关国家都在找解决之道 但如何能够更有效 更便宜 然后更适合前线使用 我认为这个是大家目前还在探索 积极研发 但我认为像雷射 微波 还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干扰系统 那是目前研发的主要方向 至于说如何实用化 而且证明非常有效 我认为还需要时间 慢慢去证明它们的有效性 你光想这个无人机 这个跟坦克两个这样配在一起 就知道说成本的这个考量嘛 黄老师觉得 这个 刚刚纪文雄讲的没有错 你现在要如何再让M1、A1 再回到前线战场 它的困难度就很高 那不是战术调整就可以弄的 真正的源头是在无人机 而无人机的反制 到目前为止来讲 受到它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尤其是大家要注意 纪文雄刚刚讲的 反制无人机是一种 你可以在前线 可以部署到前线 好用 可以运输的 那个中间包括训练 这个又是很复杂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M1、A1它那么大 你现在不是说改变几个战术动作 或者是用一些DECOY 就可以引开这个无人机的 所以我觉得它反制的能量 不管是怎么样战术反制 目前来讲应该都是一个大瓶颈 很难吐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 美中的科技战 来画面上我们看到 这个专业顾问公司 科技顾问就是Tech Insights 他们最新拆解了华为 所推出的最新手机 Pura70系列 就发现说 在这支新的手机当中 所采用的是中心 N加2制程的麒麟9010处理器 它的中央处理器CPU 就是9010 N加2指的是 7奈米制程的加强版 先前讲到说 华为竟然科技已经突破到7奈米 但这次是7奈米的加强版 而且也看到先前 美国商务部长 Rimondo的22号 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特别点到了 他特别很自豪地说 美国的科技仍然是领先的 他说华为晶片技术 仍然比美国落后多年 而美国在创新方面 已经是超过了中国大陆 现在中国大陆还落后 美国有几年的时间 另外是在英国金融时报 25号也报道说 现在看到美国 用科技围堵的方式 要为中国大陆 主要是希望联手荷兰 日本跟南韩 一起对大陆 要再实施更严格的 晶片科技 还有设备相关的出口 来应对华为开发 先进半导体所带来的挑战 去年底 8月份的时候 发表了 Mac 60 Pro这个手机 当时搭载的是 麒麟9000S 7奈米的晶片 而今年又看到 4月份发布了 第一款的AI笔电脑 MacBook X Pro 这样的一个新产品 当中所搭载的是 Intel的AI晶片 这样的处理机 所以在在的 透过这些新的产品 就看到了 中国大陆不断在突破 美国的科技封锁 好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代表说 美国想方设法的 去围堵中国大陆 但是摆密总有好几书 围堵不了的关键原因 到底在哪里 大帅 我想这一次就是说 华为这个两款手机 从麒麟9000到麒麟90001 9010 这两款手机 它都是7奈米的这个性能 是 所以这个就变成 华为两个方面突破 第一个就是它的晶片设计 因为这个高端晶片你要设计 那就华为的这个晶片设计 叫海思 它过去它的那个 所谓的晶片EDA 就是说晶片设计的软体 套装软体被美国已经 四年前就已经封锁了 那照理是说设计不出来 那可是问题它设计出来了 所以就是说晶片设计的部分 现在已经华为已经突破了 那接下来就晶片制造 那就是说这种 7奈米的话 照理说应该用这个极子外光机 那而不是用生子外光机 可以生产出来 可是问题就是怎么讲呢 中国大陆要生产的话 摆明是用生子外光机 而是极子外光机 中国大陆没有一台极子外光机 那生子外光机的话 能够生出 就是说制造出7奈米的晶片 到目前为止 技术怎么突破的 美国没有掌握 我看了很多篇文章 美国像这种什么TechInside 天天在登文章 他们都在猜 你到底怎么造出来的 两种方向 这个到底是如何 没人知道 第一个就是说 所谓的在封装时候 用堆叠的方式造成的 因为现在这个封装的话 是非常这种 所谓的这种 这种高端制程 封装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封装它用堆叠的 那么把这种 所谓的这种 这种7奈米的这种晶片 用非传统的方式制造出来 那么另外一种就叫 重复曝光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 所以极紫外光机 它需要更精准的这种曝光 那现在呢 它就用生子外光机 把它重复的曝光 可是这个技术也非常困难 有人是猜是梁梦松 因为这个就是说 梁梦松是技术的天才 那认为他可能在技术上 做了突破 所以美国我想是猜测 就是说中国大陆在用 生子外光机 而非极紫外光机 在制程上获得突破 所以美国已经现在要 生子外光机 要这个ASML 停止对它维修跟提供 提供零件 所以美国这个封锁 它是抓到漏洞 它就去堵 那现在问题是ASML不同意 所以我已经签了约 对不对 我已经要给它 我这个如果不给它维修 不给它晶片 我是违约 我可以不卖它最新的 生子外光机 可是生子外光机的维修 跟零件供应 我是有这个 这个好契约上的义务 所以不管整个来说 就是美国现在处于一个困境 就是说 它原来认为 已经让华为这个高端晶片好 事实上已经断供 它的整个的所谓的这个好 所以华为的这个好 高端手机 已经在世界上已经消失了 没想到 华为自己在7奈米的晶片上 获得突破 所以这句话可以做一个结论 就是说 美国对华为的这个好 高端晶片的封锁 已经失败了 对 美国的话讲得很强硬 你看他说 他强调是说 在自己围堵上面 制裁确实有效 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 却是华为不断地推出 它的新产品 而且其实你就算拆解了以后 你会发现它的技术上 像刚才大使讲的 它不断在突破 因为毕竟潜能是被逼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不断地突破 现在看到是美国方面 请全国之力 它现在要拉荷兰 又拉日本 现在也看到 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这个华为晶片追上来 目前只剩下一两代之间的差距 现在说要联手荷兰日本南韩 对中国大陆要实施更严格的晶片科技 还有设备出口 但问题就是这样到底继续做下去 有没有效果 因为还是要回归到 这些国家自己本身的利益 这些国家有很大的比例的 半导体产业 或者是说相关的业务 都跟中国大陆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你要他们放弃有可能吗 不只是半导体产业 还有其他的 中国大陆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所以它这个是有连锁效应的 你不可能说我只有一个地方 我把他封死 然后其他的地方都不会被保护 也不会被受到影响 那么各国的国家利益 不是完全重叠 你要这刚刚点名的荷兰 日本 韩国 它国家利益跟美国也不一样 那么我知道 因为包括荷兰非常care 俄乌战争 就是美国是不是支援 继续支援乌克兰 然后还有就是美日韩现在又在 又日本跟韩国又是在现阶段 非常亲美的领导人 是 那么菲律宾也是 但是这些是不是都一成不变 都不会有改变 这未来几年能够持续吗 我觉得都是要打问号的 所以各国都会算计自己的 整体的产业利益 你今天那个Samsung Honday在大陆 日本的三菱 日本的Sony在大陆 这不可能日本通通都当作没看到 然后只针对高阶晶片 只针对某一些几奈米的制程去做 那个它的效果不可能发生 对 所以是吧 科技围堵 其实最近有个新闻 在画面上 我们看到联合新闻网他们报导说 标题是这样下的 就是苹果祭出了促销 仍然在销售时下跌了6.6% 这样的幅度 而华为跟荣耀并列 中国大陆第一季手机销量的龙头 那么根据IDC 在2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荣耀手机在第一季 在大陆的市占率是17.1% 年增13.2% 排名第一的 而华为从去年8月底回归之后 也迅速的恢复 同比增幅超过100% 市占率17% 跟荣耀目前是排并列第一的位置 OPPO则是15.7%的市占率 现在是排第三 而反观美国的苹果 这个APPLE第一季 是并列在大陆国内的市场第三位 出货量年降6.6% 至于其他像第五的Survival 市占率是14.6% 你可以看到前面五名的 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的手机品牌 这是不是代表说美国的科技围堵 造就的另外一个结果 就是美国的品牌 自己在中国大陆的市场销售 是呈现下滑 这个负面效应已经看得到了 包括不只是手机 最近不是也看到特斯拉 也在降价 它的销售也在一路往下滑 我必须说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科技围堵 其实在很多领域后来呈现的结果 都和美国原先的预估很不一样 像军工我们以前常常讲 包括航空母舰 包括预警机 加油机等等 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次在相关的工业产品里面 其实刚才主持人讲 特斯拉和这次苹果手机 其实也是呈现另外一个 这种极度打压截斗的一个反噬 我们都知道美国打压科技战 其实打到现在好几年 在很大部分来讲 其实我认为在很大部分 其实激起了中国大陆社会 老百姓一种爱国感 或是对美国的一些反感 再加上苹果过去来说 要慢慢的减少中国大陆的供应链 它要到印度设厂等等 这些都其实增加了 中国大陆消费者对于苹果产品 一个相关的负面情绪 而另外苹果手机它本身 它的进步幅度 我们大家非常清楚 这几年的苹果系列手机 它和以往大家认为 苹果出来好不一样 功能好强 像苹果15 i15 Pro 最大的诉求就算说 它采用了航空级钛合金来制造 但对于我们拿手机来讲 你是不是钛合金 其实不是我最主要的诉求 我可能更希望它 比如它讯号 这个接收强度 比别的手机好 它的手机的拍照功能 包括夜拍或一般拍摄 它比别人好 反观你看华为手机 Mate 60 它增加了所谓卫星通讯的功能 另外Pro 70 它在长对焦和夜拍的能力 据说也和以往手机相比 也很好的强化 也因此我必须说造成 苹果手机目前的窘况 既是美国多年打压一个 大家情绪的反应 也是因为苹果手机 它本身在产品竞争力 综合的下滑 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下滑 也无怪乎面对像华为 荣耀这样积极在很多部分创新 功能越来越合乎 消费者的期待和需求 自然而然它在消费上的销涨 就呈现目前的结果了 其实不管是手机电动车 美国的品牌 其实还别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大陆的品牌 科技品牌 他们自己内卷 所爆发出来这种潜力无穷 我们要说的就是 在右下方这个新闻 最近有消息指出说 华为智介S7 为了截胡小米 就是最近出的这部车子 这个电动车 SU7的订单 寄出了一个临时新优惠 就是购买任何一款 这个华为智介S7 付完尾款之后的车价 直接可以折抵小米SU7的锁单 不可以退还的5000元的人民币 大概是折合台币 22500元左右的定金 但是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也看到小米的创办人雷军 他就很大方的回应说 没关系 如果用户急着购车 华为未来这些汽车做得不错 大家也可以考虑选购 我要问的就是说 我们看到了美国在做科技上的围堵 我先请教大使 三位我都想听听看你们的意见 美国电动车未来在大陆市场 这样听起来似乎是蛮堪虑的 对 大陆电动车 它现在做到就是说 性价比是全球最高的 其实日本还有欧洲 很多厂商 很多这些公司 都把华为这些比亚迪的车 拿去拆解 做了分析以后他发觉 这个无法跟中国大陆竞争 尤其是电动车方面 而且中国大陆 你光看这一次小米苏7 它的行销 那个手法也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那是教科书等级的 任何一个产品出来 它的行销 你看看 我们台湾就被苏 这个小米的苏7 问界的S 问界9 问界7 我们台湾家喻户晓 我们台湾的电视公司 有关的这个汽车的介绍 也天天在介绍这些车 因为我常看这些汽车的 那你看这个国际上在报导这个汽车的新闻的话 你看 不是红旗 就是比亚迪 还有就是这个小米 所以它的行销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在汽车产业 不只是制造行销各方面 都有国际性的竞争力 那你说这个 你说雷军 你看他这个人的头脑非常灵活 他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现在小米很多订了车子 可能在今年年级都拿不到车 所以他这也是为自己解套 所以说那你就干脆 给你优惠不去 其实把饼做大 黄老师觉得 但是刚刚讲的都没有错 可是光比亚迪一家 就已经就可以让特斯拉非常非常冒冷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九点准时开讲